Hello 大家好 我是文和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拍摄设备 虽然说做自媒体我是新人 但是公寓善其是必先利其器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大疆的设备 叫osma pocket 大疆口袋云相机 然后这里 我们把市面上所有能够买到的配件 基本上都买到了 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大疆的口袋云相机 以及它的配件 还有它的价格 到底有哪些配件值得大家去买 或者有必要去买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不用手机去拍 然后我这个手机的话 是一个华为的 然后今年7月份出的华为9X 整体用下来感觉还可以 反正我不玩游戏的话 跟换位性能已经足够了 但是有一个唯一的 比较大的缺点的话 就是它很重 特别特别重 比这个大疆的机子要重的很多很多 我给大家过一下 然后看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OK好 我们现在来过一下 这个重量有多大的对比 这个是Osmo Pocket 它是全金属的 然后其实也很重 116.2 这是克 116.2克 然后这个是我那个华为的9X 就是这个最新的这个 它的重量是229.1 229克 所以说相差了也有560克 OK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对比 重量对比是很明显的 这个手机确实确实很重 但是它的续航能力特别特别强 基本上我现在是两天一充 但是特别重 所以不适合拍视频 所以Osmo Pocket的话 虽然就会有其他的缺点 但是它的重量确实很轻 然后感觉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 然后时间久的话也不会很累 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这一套 这个相机其实官网的价格是2400 然后当时我是在闲鱼上买的这一套 这一套的话是深圳的一个小伙传给我的 当时它的价格 发票上写的价格是3200 然后它额外买了200块钱的一个保险 就是Osmo Shield的一个200块钱的保险 就可以跑到2021年的一月份 这当中所有的问题 意外也好还是进水也好 都可以就是拿到大疆的售后去维修 所以当时原价是3400 最后转给我的价格是2200 当相当于省了1200块钱的钱 这个机子其实到我手上的时候 它其实没有用多少吃 因为大家的机器它是有一直 从你第一次使用开始 它就会有一个编码 然后我到我手上开始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就是第97个 就是相当于麦扎按了97下开关 所以在我手上其实还是很新很新的一个机子 所以我感觉也是捡了个便宜 然后为什么要省这1200块钱呢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开箱视频 就是大家的都有口袋云相机 一定要买很多配件才好玩 如果没有配件的话 光这样子拿着去或拍的话 估计没有什么可玩性 而且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来讲肯定远远不够 它的配件的话 第一个就是一个转捩支架 然后这是当时它一起买的 一个蓝牙无线底座 就是这个插上机子之后就可以捏蓝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波仁 总共这一套当时是3200 然后这个盒子的话 当时它是在淘宝上买的 应该就是30-40块钱东西 所以说总共后面这一套 端的我是2200块钱 这是一套卡色的镜头 卡色的镜头的话 一个广角镜和三个剪光镜 分别是四档八档和32档的剪光镜 广角镜头我用过 其实效果比较明显 回头我拍一段小视频 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价格是338 OK好 我们现在开始测试这个广角镜头 大家注意一下画面右侧这个位置 是在康家地产这个商铺这个位置 好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广角镜头给装上去 好现在已经装上去了 你看已经过来了三四个店铺 所以整个画面是拓款了很多很多 但是四周好像是有点变形 好现在又取回来了 所以大家对比一下这个画面感觉有多大的明显 然后这是一个镜头保护感 就是我是觉得到时候在外面有可能要保护一下这个镜头 如果在外面没有放到这个包包里面的话 当时的价格是39 这个东西一个塑料壳39 这是一个大家的原装转接头 音频转接头是用来 我当时在网上看过 很多人反映说这个ASMA pocket的收音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我在那边有可能长期在外面 有可能需要收音的话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无线转接头 当时是129原装的 然后这一个就是一个充电器 就是给大家充电的 其实大家的发热很严重 然后它续航其实没有网上 那些侧品写的那么高 在深圳的话 在外面尤其听气热的话 其实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 我估计就得充一下 所以当时又买了一个充电器 这个是4000好安时的 4000好安时 它那个淘宝那边是说可以充三次 但是我测了一下 应该充不到三次 但是也必须要买一下 毕竟在外面肯定有些时候 续航不行的话 必须要那种 另外这个是一个它的一个配件 就是这个可以给手机充电 如果你手机没有电的话 把数据线插在这里 这样可以用 当时的价格是78块钱 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是一个手机支架 好了 现在就已经装好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到时候拍摄的话 就这样子把它架住 然后这样子就会 满很多 你看 它这个摄像头 它会一直照着我人脸脸 它有那个人脸追随风门 所以它会一直照着我 然后这样子就会稳固很多 最起码就会掉 单独靠这一个转链器 连在手机上的话 有可能会 时间久了 有可能会松掉 或那个 这个就是这个手机支架 OK好了 这个就是那个69块钱的手机支架 是全金属的 我感觉还可以 各方面 最起码会比 单独用转链头的话 要牢固很多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蓝牙底做的一个改装件 这个是原装的那个蓝牙无线接收器 然后我们先把它这个 后面这层胶给撕开 撕开之后就用它这个螺丝刀 它送的这个螺丝刀 把它直接拧开就行了 后面这个盖子打开之后 直接这里按住这个接口 然后往后面推 Type-C的 然后直接往后推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就是这个 这个是新买的这个改装件 然后放进去 同样的方法 然后但是要用它这个盖子 就是它这个 不是原装那个盖子 它这个盖子 然后给它冲上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这个就是这个39块的 无线蓝牙改装底座 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 展示了一下是怎么改装的 其实蓝牙底座的话 我最近用了几次 感觉会有点小问题 我不知道是这个 华为手机的那个蓝牙 跟其他手机蓝牙 好像稍微一点不同 因为我做耳机的 我们耳机有些时候 测试华为手机 跟其他手机就是不一样 然后就是 它这个蓝牙底座 连接华为手机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卡顿 甚至会卡死 就是画面会丢失 但是我用我的那个iPhone 就是那个5S去测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回头我也给大家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看具体会有多大的区别 OK好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蓝牙模块 我现在是用那个华为的9X 然后再给大家测试 看一下它的平顺性 有没有感觉 就是我这个现在这个轮子在动 然后再控制它的方向 你看你看画面是不是有黑有断 就明显就感觉有些时候画面会卡住 或反应不是那么灵敏 OK就是这样子的 我等我再用那个iPhone 然后给大家测试一下 OK好 我们现在开始用iPhone 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蓝牙 无线模块的情况 我们开始运动 其实iPhone的效果 比华为要好很多好很多 速度上平滑顺性上 都要好很多好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是 大家这个蓝牙无线模块的原因 还是华为的那个蓝牙 跟其他手机蓝牙不一样 整体感觉iPhone 并没有出现这种画面丢失 卡顿等等情况 但是华为很严重 所以我建议如果用华为手机的朋友 可以考虑不要买这个蓝牙无线模块 真的真的不好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这一套 这一套是一个无线麦克风 还是先前说的 就是由于网上很多人说 它的收音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说担心收音会有问题 然后就买了一个无线的收音麦 这个是在淘宝上 这个单独的就是接收器 是插在这个无线音频转接头 然后再插在这个大家 osmo pocket上 然后语相机上 然后这个是个麦克风 是带在身上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数据线 同时可以给这两个设备充电 然后价格的话 是148块人民币 也是在淘宝上买的 感觉怎么讲 回头我可以拍一个收音效果 给大家对比一下 感觉你们自己考虑 看有没有必要去买这个东西 OK好了 现在我跟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无线收音麦的效果 现在旁边是一个修路 然后挖掘机 这个东西都在工作 然后声音特别吵杂 我先跟大家尝试一下 收一下这个 测试一下这个无线麦克风的 一个收音效果 现在是有 它无线麦克风的 现在我准备把它拔掉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对比 OK好了 我现在是把这个麦克风给拔下来了 用同样的音量 然后跟大家说同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是用 ASMA Pocket本身的收音效果 大家对比一下 看有没有用 仅跟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 这个就是那个大疆的原装的延长杆 就是因为它本身那么小 所以说拿在手上很短 所以说买了一个这个延长杆 这个延长杆的话 399块的明币 原价 就是没有折扣 没有什么 就是399 然后它本身的话 它是可以控制 就是这边有控制按钮 控制整个相机的 还挺好用的 但是怎么讲 还是比较贵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因为这个可以 尤其是在你在路上边走边录的话 一定要买一个这个东西 399 然后这个 这两个就是那个背包上用的 就是在外面 如果说你背一个包 然后不想用手机 不想用手去拿这个相机 然后可以把它夹在这个背包的这个肩带上面 这个L型的支架的话 是53块人民币 这个是114 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57块人民币 然后这个是比较贵 但是有很多那种 淘宝上有很多那种便宜的塑料的 因为这个是金属的 所以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 可以去买一个 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包杂的那个使用方法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延长杆 我为什么有这个呃原装的这个延长杆之后还买一个这种 就是这种铁的延长杆 主要是我在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它有点短 其实它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它的长度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长度跟这个原装的那个延长杆 其实是一样的 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我在拍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把这个三脚架支上 然后用这个原装的这个去拍的时候 买了一点 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东西垫着 所以花了很长时间去调这个东西 就后面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买一个这个延长杆 虽然说有这个呃原装的这一个三百九十九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两个连在一起 两个连在一起就很长了 因为它单独一个是八十厘米 然后加上一起的话就是呃一百六十厘米 再加上这个三脚架的话就是在任何环境下的高度肯定是够的 而且也很轻又是金属的 这个延长杆的价格是六十块人民币 然后这个三脚架的价格是四十五 都是铁的 淘宝上有那些缩料的会便宜很多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好一点的 所以说这就是这一套 接下来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觉得哪一些如果大家一定要买 或者说建议大家去买的 建议大家去买的话 首先是这个三脚架 然后延长杆 还有这个自派杆 如果说非得选一个的话 那就只选这个自派单就行了 因为这个的话很贵三百九十九 然后这个一百多一套 一百多一套 然后它结合 其实网上买的话是一起的 一起的话就是呃 这个手机支架加这个延长杆 加这个三脚架 好像是一百四十多还是一百六十多 这一套的话 你要么就买这一套 要么你就买这一个也够了 如果觉得这个很贵 三百九十九太贵的话 那就买这一套吧 也也够用了 然后呃 就是这一块 我觉得这这这两个 还是可以那个一套 还是那个 尤其是如果说你是一个人拍视频 就是没有人帮你拍视频 你经常需要摆白画画 那这个东西就很有必要了 是不是 说实话这个东西 包括女孩子出去 如果实在那个还可以当当防卫武器 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大家考虑一下 这个这两个 然后支架的话 这一大堆支架 手机支架也好 蓝牙支架也好 还是说穿这个 呃这些东西 如果说大家要出去旅游 或者说做Vlog 像做旅游视频要干嘛 如果这种背包夹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买一个 这个蓝牙底座的话 包括这种改装件的话 大家根据这些需求 然后觉得可以 因为这个底座好像也挺贵的 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来去买一个 这种就是那个 然后这个充电充电 移动充电宝的话 不贵 所以说大家觉得 我觉得大家有需要的话 不是很贵的话 就那个 它有一个原装的 原装的那个好像挺贵的 原装的那个 好几百块钱 但是这个七十几块钱 我觉得大家有需要 还可以买一个 也可以给手机充电 我觉得不太那个的话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镜头 镜头的话 你像刚刚也看了 就是广角其实也就增加了 那如果说有那个的话 就买个广角就行了 这种减光镜 我不知道当时 我自己为什么要买 我是觉得在印度那边 就是太阳日照会很多 如果就是那种阳光很强很强 曝光很严重的话 有可能需要买一个 这个减光镜用一下 但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试过 所以说对于非这种Vlog 或者说这种拍视频的人来讲的话 这一个可以省掉三百多块钱 毕竟还是很贵很贵的 然后至于这个镜头保护盖 可选可物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平时拿着这一个原装的这个壳出去 其实也够用了 如果说那个 我当时是想着 如果说我放在这个延长杆上 然后这个又放不上去 然后我就要买一个这样子镜头保护盖 然后在吃饭或干嘛的时候 我就给它给装上去 装上去的话就会稳很多 就不会这样子摇 因为它这个是三肘防抖的 所以你这样子就不会走动 如果你没有的话 它就有可能这种 我感觉都会受影响 时间久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 然后去买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其实我有买一个那个 这个镜头的那个 钢化膜 镜头钢化膜的话 我是后面发现是不用买的 买了也没用 因为它这里面虽然有点凹槽 但是你这个镜头 如果要装镜头的话 你那个贴的那个钢化膜 有可能它的那个镜头就覆盖的不是很稳 因为它是磁吸的 磁吸的话 如果你加了一层钢化玻璃膜的话 那就有可能没有钢化玻璃膜那么更稳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不要买镜头的话 那就买个钢化玻璃膜 钢化玻璃膜把这个镜头保护一下就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镜头保护盖 至于收音这一派 收音这一派我觉得是性价比最低的 因为我觉得它原装的已经挺好的 如果说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 不差钱可以去买一下 这个这样一套200多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还有一个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当然我没有用过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这个是一个波轮 波轮的话 如果说因为这个东西 它就是连接在这上面 然后直接用的 做一个调节用的 所以说 看个人需求吧 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 那你就买一个没必要的话 我觉得也不用那个 尤其是说 它这个延长杆的作用 跟它波轮 已经集合了这个波轮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是没有太多用的 但是当时是它一起买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 就是那个 好了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了 就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参考意见 价格的话 回头我会整一个表在这里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然后针对这些需要 然后去买吧 OK 就这样子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 by bwd6